二十二歪是有侯友宜 二十二歪是有侯友宜 柯文哲的聲音我聽到 我會 為國為民 堅定自己的復活 唱哪一調的民調 像民調就可以叫 你喜歡哪一種民調都可以說給你 不過還是要考慮噪音啦 太快了就噪音會比較大 我們會釋出最大的善意 包容盡最大的勇力 大家一起共同面對面 來商討 把我們南白河全力往前推 我們世界上所有問題都要回應 我看這東西你一定懂 你都聽不懂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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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 有我們的新北戰艇 陪同我們 雙口候選人 好友宜慶場 好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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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白河隨著登記時間逼近 國民黨與民眾黨壓力進入深水區 誰是賽局中的膽小鬼退讓球拳 或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答案即將揭曉 來朋友宜 香蕭高雷來 謝謝 好友宜 好 公主 好友宜 一台先來 稍微下去聽 很低語 悲觀悲觀 悲觀悲觀 從概念到實踐 先是金谷聰與黃珊珊的 藍白河會前會 好那我們四位靠近一點 讓媒體拍攝 再到朱柯禮閒的政黨協商 主席 所以今天的協商有信心嗎 甚至朱柯侯密會 從一而終討論的焦點 都是誰贈誰負 毫無實質進展 我在想的是 怎麼贏得總統大權 國民黨在想的是 怎麼贏得柯文哲 要去計算說誰一定贏 那我也再一次講到一件事情 這樣就很難談 其實我算一算 我媒體恐怕比觀眾還多 藍白河討論熱烈 但實質的合作機制不明朗 彼此信任度不足 光靠共識很難落實 聯合政府的願景 沒有一個穩固的合作機制 那這個有點冒險 真正下去選了 那我問你誰主導 這個政策誰要來主導 是國民黨要聽柯文哲的 還是柯文哲要聽國民黨 我就舉例來說 假設我們要合作開一個公司 那怎麼分工 那資本要怎麼出 利潤要怎麼分 那當政的有當政的這個 權利益務 當富的有當富 那這時候才來談 才來談這個誰贈誰負 那可能會比較容易進行 沒有合作機制 首要目標僅是取得政權 促成政黨輪替 回顧民進黨與柯文哲 在台北市的合作經驗 已是南白河可預知的風險 這個民進黨引進了這個柯文哲以後 順利當選 這個目的他達成了 可是日後就翻臉了 那還好是一個台北市民進黨還賠得起 那國民黨要想想看 如果日後這個柯文哲跟你 跟你國民黨翻臉的話 你國民黨賠得起 對不起 如何共同推出一組人選 藍 白 各有堅持 前總統馬英九突然表態支持 柯文哲所提的全民調 用社會大眾最能夠理解的方式 也是最沒有爭議的方式 盡速地完成 藍 白 和的這個民調 好有意義 是不是好我做事情 最好是對嗎 對 讓豬 猴措手不及 而柯文哲也藉著 國民黨內的旗艦 順勢邀請馬英九 當政黨協商的見證人 贏得大選才是最重要的 馬英九也要注意 現在不要讓人覺得 他想跟柯文哲是在一國的 來對抗國民黨 這樣是很不好的 這樣基層也會反彈 柯文哲之前抓了郭台銘 現在看到有個更大咖的馬英九 柯文哲就抓了馬英九 我覺得馬英九要小心 藍營裡面十層高腳趁 你知道他們公公婆頭太多了 反正你知道那個 到最後出的事 不管他們的事 坦白講 我會覺得說 應該侯跟KB有定見 到最後關頭 我會覺得一般這種重大的 到最後談判都是門關起來 那馬拉松 看來講接下來有結果 如果願意的話 他說我們有結果再出去了 也許這樣就會有結果 如果有新的話 不要忘記國民黨創始人 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講的 不要中了彩券就把扁蛋丟掉 假如說到時候 到時候柯文哲當總統 那他的政策 國民黨不同意 他到時候去找民進黨 那你國民黨怎麼制止 你國民黨國會不過半啊 他找民進黨他就過半啊 那你怎麼辦 你對他怎麼辦 馬英九受邀見證藍白協商 只是見證的實際功能不明 學者認為 未進的合作機制 本應該是談判的基礎 如今時間已如白居過隙 不完善的合作機制 與趕鴨子上架的合作氛圍 合與不合都是隱憂 下旁邊 下旁邊